失毒 寒毒 淤毒 失毒 一个方子把它统统排掉 无毒一身轻 今天我们就说一些应该怎么样正确的排所谓的毒 我们想要排毒 首先要弄清楚自己身上有没有毒 是什么样的毒 我们如果乱排一桶的话 那样可能会伤到了气血 首先我们说失毒 所谓的失毒呢 就是失气过重的人 我们知道现在失气过重的人呢 特别多啊 如果说自己感觉到自己总是睡不醒 身子沉不想动 双腿呢像灌了签一样 胃口呢也不怎么好 总想吃一点偏重口味的食物 全身呢比较油腻 尤其这个头面呢 大量的出油大便粘马桶 尤其是夏天还容易出湿疹 舌头伸出来齿痕还多 舌苔又厚又腻 严重的上面还有一层水湿 像这种我们就叫寒湿体质 这个湿呢就为毒 我们称之为湿毒 接着我们说一下寒毒 其实寒和湿呢 常常捆绑在一起 比如这个人肩周炎呢 膝盖痛啊胃痛啊 那小肚子摸上去凉凉的 吃一点生冷的东西就拉肚子 有的人是老寒腿 明天下不下雨呢 他比天气欲暴还准 天一阴他的腿就痛 这种就是这个寒湿的一种 还有一种是喜欢发脾气 这一种我们认为是气欲 有的人呢就偏于脾气急躁 总是闷闷不乐 平常还有耳鸣头晕 胸鞋胀满 经期还会往后挫 大便食而吸 食而干 总是不规律 像这种情况呢 我们认为是这气欲 还有一种毒 叫食毒 所谓的食毒呢 简单的说就是 鸡食总是吃的多 大便排的又少 长时间呢 累积不消化 这种人呢 常出现着腹胀啊 胃胀啊 大便总是不爽 口臭 所谓这个淤毒呢 就我们认为是血液里面的毒素 就是因为血的流动不畅 那就是淤血 淤血的人还会长斑 如果想知道自己有没有淤血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看一下自己的舌头 是不是色泽偏暗 另外呢 有没有黑斑 把舌头卷起来 看看下面有没有静脉肿胀 如果我们体内啊 常见这几种情况 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今天呢 就分享一个宋朝很有名的 太平惠明合计局坊里面的五级伞 这个方子呢 很大 里面你看有茯苓 半夏 陈皮 甘草 仓树啊 这个呢 是用来排寒湿的话 这个就是二臣汤的成分 另外呢 还有麻黄 肉桂 白纸 干姜 这个呢 是排寒的 我们看这是一个心温解表的东西 另外呢 里面还有厚破止咳 这些呢 是通肠道 消食鸡的 另外呢 这里面还有白勺 当归 川胸 我们看呢 它呢 就偏于活血化鱼 具体的药理呢 这里呢 我们不详细地说了 如果体内有了这几种失血 含湿 痰湿 气质 血淤 食肌 等等这些毒素 今天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关注王医生 一起做中医传承人